香蕉一切两段,串上竹签,过一遍蛋液,准备面包糠,均匀裹上两层,六成油温下锅炸,速炸一分钟出锅,脆皮香蕉完成,搭配番茄酱和沙拉酱,隔壁小孩又馋哭了。 鸡蛋冷水煮8分钟,敲破蛋壳,加姜片,干辣椒,只需一袋茶叶蛋料包,一勺生抽,一勺老抽,加水没过鸡蛋,小火煮20分钟,浸泡一碗就更加入味了。 这样做的茶叶蛋我一次能吃8个。 煮饭时离一圈食用油,放入各种爱吃的蔬菜粒还有腊肠,只需一包焖饭酱汁,适量清水,正常煮饭功能即可,这样做的焖饭饭菜一锅出,香喷喷热乎乎,我家一个星期都不用炒菜了。 我告诉你啊,今天这个酸辣汤的做法,不是一般的简单,是特别特别的简单,只需要一碗清水,两个鸡蛋就能轻松的搞定,鸡蛋里面少加一点水淀粉,这是滑嫩的关键,水开关火。 倒入鸡蛋液,用筷子将它搅散,调味只需倒入这么一小包酸辣汤调料。 这个调料是大厨根据比例调制好的,其他的什么调料都不需要放了,有条件的可以放点酸黄。 香菜,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,是不是很简单,酸辣汤这样做越喝越想喝,快点去做起来吧。 花螺是一种比较昂贵的海鲜,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吃,今天我这个做法不用炒不用炖,做出来酸辣开胃,过年招待客人备有面子,清洗干净的花螺水开下锅,加料酒去腥。 煮三分钟捞出来过凉水洗干净,碗里倒一碗白开水,加青红椒,蒜末,姜末,洋葱,香菜,小碗生抽,柠檬片,再来上一包调好味的泰式风味汁。 这个料还可以泡鸡爪猪脚黄瓜木耳和各种海鲜,全部拌匀后淋在花螺上,泡20分钟入味就可以上桌了,酸爽又过瘾。 南瓜切一刀,削去外皮,切成小块蒸熟,加一勺白糖,适量糯米粉,揉成光滑的面团, 揪一块按压成饼,过一下蛋液,再裹上酥脆的面包糠,六成油温下锅炸,一定要小火慢炸至各个抛起,这样做出来的南瓜饼全外酥里糯,香全不发腻。 小朋友都喜欢吃的南瓜饼,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做,蒸熟的南瓜压成泥,加白糖,适量糯米粉,揉成光滑的面团,揪一块压成圆饼状,挖一层蛋液,再裹上面包糠,六成油温下锅炸,一定要炸到南瓜各个骨气, 这样做的南瓜饼材外酥里糯,Q弹不粘牙,六个鸡蛋,六十克水,加三百克蛋糕专用粉,先搅拌均匀,再用打蛋器打翻五分钟,打至发白成奶油状态,回落有明显纹路,再加六十克食用油,快速翻拌均匀,电饭锅刷油,倒入蛋糕壶,选择蛋糕键,焖四十分钟,成功了,非常的蓬松渲软,做法还特别简单,喜欢你也做给家人吃吧。 一个紫薯,半个芋头,小碗稀米,一定要加滚烫的开水,煮三十分钟焖二十分钟,加冰糖,纯牛奶,甜品店同款紫薯香芋稀米露就做好了,香甜丝滑,一个紫薯,半个芋头,半碗稀米,一定要加滚烫的开水,煮三十分钟焖二十分钟,加冰糖,纯牛奶,甜品店同款奶香紫薯香芋稀米露就做好了,冷藏一下更好喝。 不用煮就能吃的葱油拌面,真的太香了,我又回购了两香,只需要加开水泡五分钟,然后加入里面自带的三袋调料包,就这样拌一拌就可以开吃了,面条筋道,葱香浓郁。 吃不完的红薯别再喂猪了,这样做的红薯芝士饼香甜又拉丝,红薯蒸熟加白糖,压成泥状,加芝士碎,抓一坨搓成圆球,饺子皮杆薄,包上红薯球压扁,刷点水,撒芝麻,煎至两面微焦就可以吃了。 明天孩子早餐吃什么,胡萝卜西兰花焦水捞出,剁成碎末,加葱花,三个鸡蛋,一包煎饼粉,适量纯牛奶,搅拌成五个大面糊,锅中刷点薄油,倒入面糊摊平,撒白芝麻,煎至定型后翻面再煎半分钟,好吃的蔬菜煎饼就做好了,营养又美味,天气热孩子不想吃饭,你就做这个番茄牛肉。 做法简单,小孩超爱吃,切好的牛肉,加一勺生抽,少许老抽,蚝油,葱姜水,胡椒粉,生粉,给它抓拌均匀腌制十分钟,油热葱蒜末炒香,倒入去皮的西红柿,给它翻炒出沙,一碗长姜水,加盐,鸡精,白糖,洋葱末,然后转小火下入肉片,一片片的下,大概煮个一分钟就可以了,是不是很简单,你也赶快做起来吧。 天气温热不想吃饭,那么可以做一锅这样的酸辣汤,汤酸开胃超好喝的,首先嫩豆腐先切丝,再切成大大的刀片,爱吃的配菜也都切成丝,水开倒入豆腐丝和所有的配菜,再放一包这个大厨根据比例,调制好的酸辣汤调料,其他的调料都不用放过,煮一分钟后淋入一个鸡蛋液,有条件的撒点香菜,这样做的酸辣汤酸辣好喝,肝人小孩都喜欢。 天气越来越热,容易口干舌燥的朋友,这道甜品您收好,雪梨切成小块,放入锅中,加菊花,枸杞,甘草,500克清水煮出茶香味,捞出料渣,加30克白凉粉搅匀煮开,到处放凉凝固后捣碎,加入牛奶,清凉爽口的菊花雪梨凍撞奶,喜欢就做给家人喝吧。 三分钟就能搞定一道凉拌土豆丝,清脆爽口,酸辣好吃,首先土豆切头发丝一样的细条,放进清水里洗去淀粉,水开放土豆丝,粥水一分钟捞出,再锅下200开,加散泥,小米辣,香菜,一袋麻香凉拌制,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,这样做的凉拌土豆丝酸辣脆爽又解腻,您也收藏试试吧。